莫问补 人生疾凶皆自诉 福西文王若无死 金人不畏 古人哭 电影《周处除三害》 陈桂林去自首之前 在官邸面前用脚杯占卜 连续抛制九次 出现九次圣杯 这是什么意思呢 大家好 我是九江老魏 今天的影片咱们就来讲讲脚杯占卜 占卜行为一般是借助超自然力量 或者是通过数数运算的方法 来推测未来的神秘学活动 在古汉语中 占卜的占指的是施占 卜指的是归卜 古人认为占卜活动 可以捕捉到事物的兴衰变化 然后根据结果制定计划 制脚这种占卜方法 是一种直接寻求神明指示的占卜仪式 起源于南方的沿海地带 主要集中在闽南潮汕地区 四川有些地方也会使用 南宋学者程大昌 在《眼帆录》中提到了制脚的细节 后世问卜于神 有气名曰教者 以两蚌壳投空置地 观其羊斧以补修救 就是说制脚最早使用的是蚌壳 投置在地上推断胸脊 随着时间的推移 人们开始用竹子或者木片代替 脚背的形制是心月形 中间圆两头肩 平的一面是阳面 凸的一面是阴面 大小以手掌能合住为原则 一般是成对的 制出脚背通过观察羊斧 参悟神佛的意志 陈桂林问的是观底爷 其他的神也可以通过这种方法请示 询问 这种占卜方法简单实用 不用推算 一学就会 遇到事情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可以看看神明的意见 宋朝之后 制脚占卜迭代升级 出现了判词 就是用割绝的方式解释制脚结果 判断胸疾 制脚不是一次性定结果 而是要投掷三次 通过三次结果得出相应的挂词 挂词非常有地方特色 不同的地区的判词都不一样 比方说 有问告解采 土地碑 万灵告判 官司阴灵为徒等等 这也有道理 身处的环境不同 解决方案自然也不同 有这么一个传说 宋太祖赵矿印当兵的时候 有一次喝多了 在高新庙里 神灵之前占卜自己的未来 他把军中的职位 从低到高逐一爆出 然后制脚 请求神灵明示 看看自己将来的前途 很奇怪 从小校开始 一直报道了 军中地位最高的节度史 制脚的结果 要么是全府的阴脚 要么是全阳的阳脚 说明 这些都不是他将来的工作 酒劲上头了 赵矿印心说 比节度是更高的官 那不就是皇帝吗 冲着神灵问道 难道我能做天子 随后一制 一府一阳 胜脚 表示神灵同意 他更上一层楼 到了现在 脚杯占卜流传下来的 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直接观察 正反面来定吉凶 另一种就是根据挂词 来判定吉凶 类似抽签 制脚也有固定的仪式 首先在神灵面前 说出自己的姓名 年龄 生日 户籍地址 现居住地址 还有要请示的事情 然后双手合住一对脚杯 参拜神明之后 再松手让脚杯落下 制脚通常是以三次为限 怎么看结果凶急呢 制脚会出现五种情况 一凸一瓶 叫圣脚 圣杯 表示神明同意这件事 可以干 两个凸面叫阴脚 就是说神明认为 这件事不对 不好 不能干 制出两个平面 叫笑脚 笑杯 代表神明笑而不达 为什么呢 有可能是因为你没说清楚 神明没听懂 又或者是因为你机缘未至 神明觉得 何必有此疑问 还有一种情况 是你自己的内心 其实已经想好了 神明觉得 何必多此疑问 当然 你也可以理解为 神明主义未定 需要重新请示 如果说 一个或者两个脚杯直立 这种情况叫立脚 非常难制出 会被认为是神迹 听说内心成名 无欲无求的人 容易制出立脚 还有另一种罕见的情况 是两只脚杯的凸面同时向上 而且叠在一起 叫同心脚 大吉是好的兆头 陈桂林使用的 就是第一种方法 很简单 观察正反面 判定吉凶 制了九次都是圣杯 一般情况下 至三次出现两次圣杯 就说明 你问的事可以干 陈桂林连续抛了九次 相当于同一个问题 问了神明三次 结果都是圣杯 所以他才去自首 而狂标里 高启胜制脚用的就是第二种方法 他在跑路的渔船上三次投掷 得到的结果是圣羊羊 对应的挂词是 角角一轮月 清光四海分 将军寻海带 群贼望风波 从政则吉 也就是说 只要走的是正路 就万事大吉 可他们是犯罪分子 高启胜看到了占卜结果 留下了绝望的眼泪 感谢收看 我是九江老魏 咱们下期再见 生生不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